因为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候 我们大家私下在讲这个案子 然后薄吉说 你们看到今天郑文燦的案子 好精彩 的确前海经会董长郑文燦 因为他的这个 在桃园市长任内的 华雅科学园区这个案子 一笔9.5公顷农地自办重划案 涉嫌从中收费500万 所以他被收押了 收押到今天 我们看到桃检迅速贞结求刑12年 那我们今天早上听到说 今天要贞结了 还真的是火速 那后来本来还不知道 会怎么样求刑的时候 那时候就传出说 原本打算这个案子 不要这么速速公布 只因为今天郑文燦的律师律见的时候 见不到人 结果像地检署查询书记官说溜嘴 说今天一审不用律见 才知道原来贞结起诉了 一共11个人 那郑文燦的部分求刑12年 那这个部分让大家 眼珠快掉下来 主要是因为 在他卧室暗柜里头 收出了678万的现金 所以这个部分呢 检方要另案办财产来源不明罪 这个部分 搏击 10万字 今天的这个起诉书10万字 没有 有到10万字吗 我不知道 他有完整办 这个新闻稿没有 新闻稿不完 13页A4 因为起诉书我们看不到 起诉书要等到这个 这个检察官再给这个被告 那当然这一次 你看到这个新闻稿 我必须提醒这个郑文燦 要小心了 因为第一个就是有搜索 我们之前都说 这个什么搜索票啊 都一直不准不准 后来好像 后来好像不是 还是法院一直都不准 对 是检查 检方 进行搜索 直接去搜 进制搜索 对 那这个不得了 我讲一般检察官 用到这一招 那通常会有一些 这个叫做取证的 这个到时候会有 正当性的问题 所以我说 这个风险蛮高的 那但是检方就是非办 非搜不可的话 那你看又 这个又 让郑文燦又多了一个 600多万的 这个款项要解释 而且很奇特 他说在 他这个住处 卧室边住旁的 暗柜内 对 而且是两个 还注意到 他那个原始 那个检方的说法 叫做上锁的 保冷提带 后来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还真的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要上锁啊 一般 他那个上锁是用密码锁 那是可能是说 一般是拿来冰 比如说有些便当啊 或者是比较珍贵的食物啊 或什么的 这个我是 我不知道有这种东西 网路上还真的有卖啊 只是我们一般人 不会想象到 为什么要上锁 还要用密码锁 来这个 来这种提带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他里面 发现了678万的这个钞票吗 这是等于说 这个叫做另案 那郑文燦还有另外一个另案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从那个500万交付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笔这个廖家 他们给了这个郑文燦 600万的政治现金 这个也要另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政治现金规定是什么 企业最高给多少 100万 给个人给100万 然后呢 那个 个人最高10万 所以呢 600万就是违法的 所以他这个部分 还要用政治现金法去处理 不过那个政治现金法就是 非法收受 这个了不起 就是罚款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另外的处理 可是那你就知道了 我们举个例子 原本讲那500万 如果今天 这个这个 我去拜托郑文燦 他那个 其实他那个故事 我觉得检方写的 那个蛮细的 比如说包括 交付那500万的时候 他们连那个 进去出来的时间 16分钟 就是 这个姓廖的这一群人 就是 就是要去交付这500万的时候 他们拿了这个手提包 进入市长官邸 到出来 只花了16分钟 好 那郑文燦他就变称说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 那是什么东西 他就放在我这边 可是呢 我觉得检方也算是很欣赏 里面其中一个关键 他就说 他们不采信 郑文燦的说法的原因 是因为呢 当初 他们就问得很清楚 你当初这个钱是怎么 是怎么包装的 从银行提领出来 一定都是你知道 都会有那个 风 会有那个纸 一捆一捆一捆 每10万块一捆 这样捆捆 好 所以那500万的进去的时候 是这样包的 如果今天郑文燦 他要说 我都不知道 就放在那边 理论上如果是原封不动交回 那应该那个连包装都不会改变 可是呢 检察官在这个新闻稿里面就提到说 那个后来交回的那500万 以及还有那个600万的政治现金 都是用橡皮筋绑的 就是一捆一捆 他是用橡皮筋的 那就不一样了 对啊 那500万跑到哪里去了 所以至少表示500万你动过嘛 对 你不是拿原封不动的500万还回去 对 你是另外拿了500万还他 还有那个600万还他 所以我说检察官用这一点 其实在这个新闻我说很精彩 对 就这个里面 这个这么细的细节 证明了郑文燦知情 他主要是这个部分 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是郑文燦里面 他这个起诉书里面 还有一段是有一段谜啊 就是郑文燦主动 他在有一次跟这个 这个姓廖的这位 这个主要送钱的这位 通完电话之后 他有一大段时间 他们就不通话了 好 然后呢 可是有一天他们见面的时候 郑文燦就直接跟他说 你被监听了 是郑文燦告诉他说 你被监听了 然后呢 所以 那个被监听的人不知道 是郑文燦提醒说 你们这个大嘴巴 搞得 现在你们被监听了啦 你这个案子要被办 这也是为什么检方认定说 你是因为知道这个案子 要被侦办 所以你才还钱 你不是因为你良心发现 你是因为 避免自己卷入这个案件 好 这是一块 另外呢 原来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叫做司法黄牛 就是因为那个被告 他被监听了 所以他就找 他去找了一个律师 有一个律师说呢 我可以帮你处理 给我30万 我就帮你把 让监听可以撤销 就没想到根本没有用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案外案 就是这个司法黄牛也被挤诉 那当然跟郑文燦有关的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律师 郑文燦的一位游信律师 他过去曾经帮吴乃仁辩护过 这位游信律师 他在郑文燦被这个检方 申请积押的那时候 把申请积押的相关的资料 传给了郑文燦的特助 就是那个施验庭 而这个部分 施验庭在这个案子里面也是相关 就是说他是关系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姓廖的 他常常透过实验庭去联络郑文燦 所以呢 他是关系人 结果你却把案情相关的资料 传给了这个他 所以律师犯了泄密罪 所以里面有很多 所以我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一份我觉得蛮精彩 大家慢慢看 真的比我们之前 比之前那个生压 那个只是为了那500万 在那边来来回回 工房 哇这一份这个真的是很精彩 那我是觉得 郑文燦目前看起来 基本上这个案子起诉完之后 虽然说求刑是聚起求刑 12年很重没有错 但是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到时候 桃园地院怎么处理 你不要忘记了 桃园地院如果搜索票 打死不给 打死都不给了 都不合 那表示这个未来在院检的工房里面 可能还有很多的故事要 对可能还会有很多故事 会不会跟这个台南地院 去判那个 政府议长会选案 就炒面花啊 开玩笑 他说那个被检警 开玩笑啦 人家那个钱为什么改变了 郑文燦他不会管嘛 他可能是他的管家嘛 发现钱在那边 他帮忙整理一下嘛 他们规定就是要用橡皮筋绑嘛 跟郑文燦没有关系啊 有各种方法可以帮他脱罪 所以到时候看法官 会怎么样来处理 我觉得这个案子 但是目前看起来 从现在检方发现的事证里面 我觉得郑文燦至少也确定了啦 他就是政治生涯告终了 拜拜了